一个害死你妈妈的男人,你还会去选择爱他吗? 哈喽,我是老杰森鱼,女孩小雅在网上冲浪,看到一条条关于网友爱着自己爸爸的信息,坐在一旁大骂着他们。 原来小雅一家人曾经因为外出一个玩时,意外发生了车祸,导致妈妈在这场事故中离去,爸爸则跪在一旁抱着自己的妻子痛哭流涕。 自那以后,父女俩的关系越来越差,小雅也不再愿意跟爸爸说话,对方在自己面前拖地都觉得碍眼,还不让对方收自己的衣服,什么东西都不让动。 每次爸爸坐下来想跟他聊天时,小雅都会直接起身关在房间,当初一家人是多么的亲密,还会紧爱在一起开心的打闹。 这天小雅在家里感到无聊,约了个男性好友来接自己出去玩,尽管爸爸苦苦告诫,这么晚跟男生出去不安全。 他都会说,再怎么样,对方都不会让自己像妈妈一样被害死。 爸爸不停喊着小雅的名字,他都还是义无反顾地上了男性的车。 两人一路上还有说有笑,但因为聊得过于忘我,导致男生一不留神露面,回过头看到差点要撞车,一转方向直接打滑,使整部车都翻了个底朝天。 男生逃脱后想要救出小雅,此时汽油露出地面,火焰也随着汽油逐渐蔓延到车子。 男生只好抛弃小雅离开,正当他以为自己就要因此丧命时,爸爸的身影及时出现,他不停卖力地拉着小雅成功救出了自己的女儿。 当小雅被抱在怀中时,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父女俩曾经的快乐时光,随着汽车被引爆,火势的冲击让爸爸跪在地上。 他的背部已经被严重烧伤,但依旧选择紧紧握着女儿不放手,最后爸爸的背部成了一滩疤痕,小雅对他的感情也更加深厚,因为家人永远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,那些我们不关心的人,其实才是最关心我们的人。 在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时,家人总会站出来帮助自己,除了那些不配称为父母的人,他们生下孩子就不闻不问,只能说那些人根本不能以人来代称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今天的短片叫做《我的爸爸真讨厌》,喜欢老街的话记得点个赞哦。